从医生娘到副县长,副市长夫人,外表仙气温柔的林荫经,向来是台南市长参选人严陈索幕后最坚定支持力量,向来低调少现身的他,为了另一半也罕见曝光跑行程,希望帮助丈夫圆梦。 严纯组在93年七一从政,六年台南副县长,六年台南副市长行政历练,次番加著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,民调开低走高进入领先圈,近日在不少公开场合或菜市场,也可看见林荫经穿上参选背心紧握选民每一双手,要用真诚的心争取相亲们认同。 严纯索说,二十多年前在嘉义林纵和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与太太在嘉义认识恋爱,当时患者非常多,后决定自己出来开业,要在嘉义或故乡陷入两难,太太非常体贴,她尊重我的决定,跟着我回到医疗资源缺乏的下营开设。 严纯索说,后进入台南县政府担任副县长,妻子也在背后默默支持她服务相亲决定。 严纯索的友人透露,十四年前全台SARS疫情风声鹤唳,当时台北和平医院因怕SARS疫情扩大而奉愿。 严纯索非常焦急,一度想自告奋勇进入和平医院协助,为支持先生决定。 林颖金勉强答应,后英小儿子哭着说不要没有爸爸。 严纯索最后放弃去和平医院的计划,在自家诊所开设全台湾第一个发烧筛检站,集资购买8551支体温剂送给夏营所有的相亲。 迄今将亲们人感念,严纯索的妻子林颖金,低牌左衣,丈夫帮助圆梦,是背后最温柔坚定力量,图严纯索服务处提供分享。